早上九點多早餐店前 民眾買早餐大排長龍 老闆娘店員忙著包飯糰 裝豆漿烘茶 忙翻了 為了工作方便 老闆娘把手機放在旁邊檯子上 沒想到一名男客人趁機把手機摸走 老闆娘忙完一轉頭 手機不見了到處找 結果調閱監視器發現 竟然是被客人偷走 警方巡線來到嫌犯家 嫌犯知道瞞不住就跟家中女兒說 手機是借來的要還給人家了 原來嫌犯一位女兒吵著要智慧型手機 但自己打零工收入不穩 竟然到早餐店用偷的 竟然跟女兒講說 這是借來的 要還人家了 因為可能他也怕他女兒 知道這是偷來的 可能會讓女兒更傷心 嫌犯為了讓女兒開心 竟然偷手機 老闆娘也於心不忍 不打算提告 警方雖然同情嫌犯動機 但切到屬於公訴罪 還是得移送法辦 記者王家慶高雄島